大家好,我是孫允喜 歡迎收看孫子市發 先講講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場與昨天相似 早段跌過一段時間,跌至200點 其後跌幅先收窄 慢慢升 全日升超過100點 升111點,收27,642 成交都叫做不過不失,948億 今天市場能夠做得好 有一類股份,特別標稱的就是內房股 內房股普遍升2-3%,4%都有 譬如兩種比較大的,中國可以發展升2.7% 至於華潤之地更加強,3.6% 碧桂元更加4%以上進漲 加上重磅股,匯豐又大行唱好 升了0.5%,輕輕跑贏市 騰訊也是升了一點 也是0.5%進漲 成為市扭轉,跌小的重要力量 比較弱的是保險股 特別是國壽,國壽跌1.9% 逆市下跌 原因就是業績比大家預期為差 盈利大倒退,所以股價就受壓 明顯跌至2% 好了,今天的市場 豬田 9年,豬田就是來了 9年來說,今天的節目應該是最後一個節目 再次做節目的事,已經是回來豬田 9年這個節目,跟大家講一下最新的情況 9年,總之來說,開始是OK的 但後來慢慢慢慢,就越跌越多 去到九尾的時候,就好一點點 就反過來,又低位在24,000多點就反過來 雖然期間那時,低位的時候大家看得很淡 看2萬也有,看1萬也有 1萬以下也有 但是呢,就反過來 在10月底、少月初 見了底之後,就反過來 低位,都升上了3,000點 升上來,2至9年 就叫做,沒有那麼淒慘 沒有跌到一隻狗 反過來,跌 去到豬田是怎樣的情況呢 豬田初步看,可以這樣講 有幾個字去概括 就是一個現實和憧憬的角力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現實呢 其實仍然是比較 灰陰一點 因為 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 形勢仍然是灰陰的 但是在現實來說 就是在這一刻來說 就,譬如說經濟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會灰陰一點 就是受到中國經濟放緩 中國經濟放緩當然有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呢 就是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令到中國經濟放緩 而拖帶到 大家無論對全球經濟 而至 企業盈利的看法 都是淡了一點 中國經濟呢 2018年就增長6.6% 雖然都叫做幾高 照看的數字 但是以中國水準來說 就不高了 現在28年來最低 6.6% 其中呢 就被受關注的零售銷售 是增長不夠10% 也是2003年以來 是最低的 整個情況呢 就令大家比較憂心 中國經濟呢 就持續會放緩 雖然呢 一般官方 也至大部份 就是 來地的經濟交流估計 可能都有 今年 2019年還有6.5% 左右的增長 但是西方的看法 就比較悲觀 那 事實上呢 尤其過去的一兩個月 大家的看法 更加就有點憂慮了 因為見到很多數據 所謂現實上的意思 現實上的數據 顯示中國經濟放緩 對區內 對自己本身當然有影響 對區內 以至對美國的影響 都會逐漸浮現 好像對區內 當然 香港最接近 最直接 香港是直接受到衝擊 看回最近的數據 顯示 都是真的令人 滴汗 包括什麼呢 12月的出口 下跌5.8% 本來都預期下跌 市場 但是估計跌 但是估不到跌幅 比預期更加大 估計跌1-2%左右 估計跌5.8% 12月出口 到新鮮滾熱 今個星期出現的 12月零售額 也只能夠微升0.1% 比市場估計1.4% 都要小 換言之 出口又跌 零售銷售 就一般 再再顯示到 中國經濟現在 慢慢放緩的時候 對香港的衝擊 其實不止香港 遠一點的東南亞 以及東北亞 都是面對這個情況 以12月出口來說 基本上 大部分 亞洲區重要的經濟體 都是下跌的 除了印度之外 全都沒有下跌 包括南韓 台灣 日本 都是下跌的 12月出口 日本更加是 四個月以來 第二次出現下跌 台灣的跌幅 都是超過3% 形勢比較險峻 至於最新鮮的數字 就是越南的1月份出口 亦是下跌 雖然大家開始估計 中美貿易戰 這些生產線 由中國搬出 可能對越南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或東協的國家 是會受到受惠 可能新產線搬到越南那些 誰知道現在越南都不見得受惠 起碼這一刻未見受惠 一月份是1.3%的跌幅 這是甚麼意思呢 五年以來是最差的表現 換言之 中國經濟放緩 已經令到亞洲區的數據 起碼12月的情況比較差 與此同時 美國和中國打出貿易戰 自己都沒有甚麼好處 起碼看到 大家對經濟的看法 已經慢慢慢慢調降下去 今年很強勁 特別第二第三季 大家慢慢慢慢覺得 2019年不行 2018年第二第三季是挺厲害 2019年覺得不行 沒有辦法維持高增長 一般估計達到2%左右 甚至估計較低 這就是經濟整體情況 至於盈利也反映到這個情況 美國企業進入盈利業績高峰期 標普500指數 已經公佈了超過百多間股份 現在到這一刻 七成左右是勝如期 所以大家估計2018年 因為是2018年第四季 通常的業績 所以2018年估計業績都不錯 有估計去到2.6% 但是到2019年的看法 急速向下調 現在估計盈利預測 2019年的看法 標普500指數 1.3% 10.1% 1.2% 1.4% 2.3% 1.3% 1.3% 1.3% 2.3% 1.3% 2.3% 感谢观看